好,歡迎回到第二集的動漫巫箱 我們繼續講Diablo 3 剛才講了一些故事箱 最後我會講一句話,它是一個三流的故事 算了,以一個不是故事主導的模擬去拍 我們不講故事,我們講遊戲 它是核心 首先,以它的核心來講 我會這樣講它的整個遊戲系統 用一句概括來講,角色以外一切,隨機 什麼隨機,地圖隨機,裝備隨機,天賦隨機 是否這樣講 除天賦外,除角色以外的一切,全部隨機 有好有不好 你好運的話,打個箱都會掉個殘裝 或者這樣 當然,隨機性這家東西,很多人都會認為 通常一些設計師,想不到自彈 隨便切個數字 隨便,Worker,SubWorker 有隨機性,那就耐玩了 那就多人玩了 那就多組合出來 其實當然,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但正確來說,一個好的隨機性 理論上,其實是 最少設計師,起碼有八成 最好有九成以上的個案 你會考慮到 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會說,一個設計師 或者添人 可以擴充100%的隨機性 尤其是在現在 Diavo3這麼大的隨機性 我相信它是沒有能力 去採取所有的個案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 這是能力範圍 這是有無的問題 但是最少就是 整個strict forward 裡面 你所有能夠減到的東西 最常要減到的東西 但是,大家覺得 Diavo3 大家都叫做 上到Infernal 一個就是上到Infernal 是你們上到Infernal 你都體驗到很多 隨機方面 大家覺得隨機性如何 你首先說哪種隨機性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我覺得有些部分 首先,我們先說裝備部分 裝備是否應該放到最後才說呢 講講講,裝備沒所謂 你講 你講 怎麼說呢 我覺得一句說完 是極度奇怪的 這件事是不可能 你設計組不可能 一開始是 預料不到 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很懂得清楚 白帽你通常都扔掉 不管 白帽你撿的嗎 我不撿的,對不起 有時不小心撿的 你明白的 那就扔掉 藍武 你也明白藍武 有兩個技能 黃武 正常 稀有 橙武 陸武到現在還沒打到 真可憐 運力那麼差 橙武叫做傳奇 或者套裝 大家毋毋以求 但至少我現時左看 大家打得上五分武 大部分都是藍武 為甚麼呢 因為藍武本身的亂數多 變相就變得他的攻擊非常之強 反過來 那些橙武 陸武 那些攻擊永遠都差一截 那就變成大家不要緊 因為傳奇沒有無所謂 永遠放在販賣場 沒有人買 大家放在倉底 不知道做甚麼 黃武都更稍微 沒有藍武 這就非常奇怪 變成了 我不是不給你 有一個Random的數值 Random的數值是好的 其實我覺得 好像一些黃武 它裡面有些數值是Random的 那你起碼抽出來的 好似功力很強 大家的數值全部都沒有用的 你要考慮去用不用 是的 還有我覺得Random有一個 比較好的概念 就是說 有很多遊戲有時候 可能我限死了 我們說我武器只有100種 那可能A這隻劍超厲害的 那可能你玩得差不多一年代 玩得差不多一年代 就全人類都用A這把劍 那當然不好 但現在Random的話 那部建議武器幾乎都不一樣 那肯定個個自成一格 會有不同的情況出現 有不同的套裝 可能同一把武器都有不同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如果照回它整個遊戲的Proof來講 首先 為什麼傳奇武器 不及這個 就是一個 稀有武器 或者是魔法武器 那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傳奇武器的Proof裡面 它是一個特定的 能力值的Random Proof 而那個Proof裡面 是想漏了一樣重要的東西 就是 那個所謂的八字傷害 的加幅 是不及這個 在一個Random Proof裡面 可以有的所謂的 傷害加成的數值 即是變成藍武器 為何那麼厲害 現在就是 因為它有一項加成 就是加傷害 有一項就是再加傷害 這兩樣的成賣出來 就很厲害 而通常就是在一個傳奇的Proof裡面 是不會同時出現的東西 甚至兩樣都沒有 都沒有 而它們的厲害 就可能是 Base 數本身大 即是可能 在你未鑑定的時候 或者你脫下的數 那個武器的Base 的確 是傳奇高 但是 如果一加起來的話 其實就 不會是傳奇高 變成垃圾 即是或者 未到垃圾 但如果你對比起 藍字真的出得 因為你始終藍字的裝備 是容易出一點 容易出很多 而建基這件事 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第一件事 一定沒有做Test QC那班人 一定要去自殺的原因 或者集體 總之全部都要 總之問掉 問掉好了 不要這樣 他們沒有可能 在一個Test裡面 我沒有可能 不相信他們 是沒有打過一件男子 是超過一千攻擊力 而不發覺到 他和傳奇武器 或者套裝的差距 是這麼大的 其實不用去到 我告訴你 就算是同級 我當你二十年來講 你的傳奇武器 和和武藍 不能搶一致 而另一個 其實 這個 是看內的數字 才知道的 就是 我們打出來的 所謂60級 男子 其實 他的 品牌 並不是 60 他是 62 63 而 Legend 真的 60 所以 打出來的 男子 那些武器 其實 以實際的 實際的 實際的 是高過 超過 所以 這個 同一時間 會衍生 另一個問題 更加麻煩 使得 整個 都說 不用 會屬性 追傷害 就可以了 用60 用63 最簡單的方法 哇 我們現在有一個 裝飾客 超厲害的 有這個全球定位系統 防重多節 防地雷 但他唯一的主武器 是手槍 而你前面那輛 戰車 他沒有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主武器 就是核彈 那你又說 那我用誰 我當然用核彈 當然 其實官方 並不是說 沒有回應 這件事 但我的回應 我覆述給大家聽一下 這個是他的藍貼官方的回應 首先說 在這個物品部分 最多人反應的就是 這個傳奇武器的強度問題 這個問題 他就說 其實是我們刻意設計成這樣的 其實可以簡單的解釋 傳奇武器 就不一定是在遊戲裡面 最強的武器 這件事我同意的 他是傳奇未必一定是最強 這件事我同意的 但第二句就很有問題了 他只是你升級過程裏面 可以取得另外一種物品的一個過渡期 我可以說 我拿到很多傳奇武器嗎 怎樣過渡期法呢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是沒有的 其實平常你Magic Farm不高的 你前期都不會默默去打這個 Magic Farm的裝 你不高 你基本上 好運你拿到一兩件 就升到上了 不是最大的問題 你譬如說拿到一件 25層 剛好你這個人是25層 但你總會升級的 你升到30層的時候 都很廢了 而且雪玲我覺得不對 你第一句同意的是什麼呢 就算我當你第一句說 對 對 即是傳奇武器不一定是最強的 都不要撐那麼遠 是不是 我哥哥 手撐和核打 我哥哥 我們先聽下去吧 官方不拍中美員 好 然後就是 傳奇武器 不是玩家在這個 追尋物品過程中的主要目的 雖然你 這件事很嚴重的 即是基本上 我打藍武就可以封遊戲 他說 他不應該是你尋寶的唯一的動力 固然你找到這個 橙色武器是很開心 但在現在這個機制裏 我找到橙色武器 其實我不是很開心的 賣又賣不出 你又沒用 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很難出 很難跌 但那件事是廢的 然後呢 他最後還說了他 其實呢 如果你夠好彩 即是你人品夠好的話 稀有物品的屬性 是有機會 很多時候會 他做出來的完美屬性 是凌駕於這個傳奇武器 但現在問題是 是連魔法武器 都凌駕於這個傳奇武器的情況之下 你怎樣解釋呢 當然他是沒有說魔法武器 這件事 所以他是沒有解釋到這個問題 即是他平常有這個問題 即是老實講 我只是說魔法武器 他本身 設置的時候 已經是他的功力 即是沒有上限 那結果 大家就是充功力 那就可以了 他的上限 我覺得設置高了 還有有些事情 其實他都低估了 即是低估了 就算我說 我當 現在藍武很正常 即是說藍武的功力 我當是最多 都是去到黃武或橙武的水平 都這樣算了 即黃武還可以吃 他下面附加的東西 那橙武也有更加多 但我沒有記錯 橙武吃他的 那些聲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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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是 fix 了 問題只是說他的數值不 fix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樣 其實你說慘武 它是有一至兩三項 它是固定會出現的 即是最少有 譬如說你最少有10% 但它不是Axily的10% 而我在官方這個會員裡 我唯一有一樣東西同意的 就是它的確是一個過渡期 我用回D2去做例子 D2裡面 這個傳奇的裝備 的確是威力很強大 但它並不是遊戲裡面最強大的 最強大的 當然它的機率很低 它隨機出來的屬性 是真的會凌駕在這個傳奇武器身上 但大部分人 只要拿到傳奇武器 其實它都會是厲害的 不過不是說 是不是你這樣是最強的 你並不是這樣是最強 也只是強 最強的是 你再繼續在傳奇武器的基礎上 再上一層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算我現在給你整身傳奇武器 你打遠方佬 你將會成為傳奇 你已經死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傳奇武器 也有一件事 它沒有用得很好 就是它有一個套裝 即是綠色那些 套裝是會加東西的 但你看到之後 可能有些套裝 你現在裝了兩件 就會有什麼獎勵 我看看 近戰傷害減3% 3%? 我被人打10萬圈 現在打97 有什麼分別 我上次 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你起碼的效能 是敗到我會覺得 我很有動機去這樣做 即是你覺得 即是即是屬性差一點 即是你說近戰 近戰減25% 嘩 嘩 神裝來的大哥 我怎樣都打你一件出來 是不是 即是起碼有意欲去裝 減3% 你拿來做什麼呢 即是我見過最好的那些應該說 全光性加50加60 老實光一件都有 我用不著去 就特意打給你傳奇 當然啦 在這個段落裏面回應他說 嗯 但其實我們都將會計劃 在未來這個patch裏面 加強傳奇武器 就是你認臭小子 但最大問題是 你現階段打到的傳奇武器 是不會更新的 是的 那些就會成為古董 所以我都說一句 我都舔了東西 我起初以為 那我沒有好運 我沒打過 我都想收一兩件 等它改版的時候 當然會將它有效率 提升到多少能力 那我可以再賣出去 你就想的 但是 這個故事這樣說 我真的太天真 但其實老實說 我又太太老虎了 太太老虎了 但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這是自要不自管的 即是很現實的問題 不是現在傳奇武器 即是傳奇武器 本身都會出問題的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它太強了 就算你說現在它改版又去 那以前也是怎樣 即是一堆流通在市面 這堆已經是成為 這堆已經是傳奇武器 這堆都是真傳奇武器 真傳奇武器 傳奇地垃圾 不是藍武 現階段未 patch之前 就像T5的單手弓 真傳奇武器出現了 而這個其實呢 我想你說武器強度 不得不提 另一個衍生問題 就是所謂的怪物強度 這個其實是 兩樣東西相向的 如果不是怪物那麼強 你沒有需要用那麼強的武器 這就是Random怪的問題 就是一般怪 就不用說一般怪 其實可以接受的 但是一些精英怪 應該說 一些Random的怪 裝備 其實有件事還要說一說 就是那些 因為它現在 今集的改成 就是那些 它每一個角色 都會有一個主要屬性 譬如說野蠻人來說 就是STR 就是String 但是對於它來說 另一兩樣東西 就不是那麼有用的 譬如說DEX VIT 有時打到一把 譬如打到一把 斧頭 哇好像OK的 但是一鑒出來 就是INT 不是啦 這個一定是 隨機性衍生出來的副產品 是沒有得避免的 我覺得是 但是還有一件事 我想很質疑 現在你看看 每一個角色 那些什麼法師拿著斧頭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都還覺得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當然啦 我覺得這個有機率性的東西 例如說 你說斧頭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說 INT 就是智力 你可不可以說 出的時候只有10% 那你攻擊出的時候 30% 這樣叫合理一點 就是說你 起碼鑒出來的斧頭 不會爆發聲智力 反而說有些 就是 你斧頭都說 你法師可以用的 喂 我拿個戰統加力量 你用到來做什麼呢 就是 你不會這麼慢 拿著戰統做什麼啊 哥哥 哈人 你用到嗎 你用到嗎 你用不到啦 那就是馬上來做什麼 就是你剛剛說 力量加完之後 加防禦 哇很多 加過丁士 你想想 毛衣那隻雞加SCR 可以做什麼 就是這些你用不到 我的志向是 立志成為一個 近戰系的毛衣 用隻雞博人 我都在笑 我的朋友 為什麼你 那套裝家這麼多智力 你想做最聰明的盲人 沒有用的喔 沒有用的喔 你等一會加個丁士 那麼多 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招全部都是看damage 或者是看你的主要屬性 就變成其他的屬性 就不會 我用另一隻 對於遊戲來說 就是RO這個遊戲 譬如說有些獵人 那樣 譬如說INT 他會有其他技能去支援 那這些就做不到這個 那就變成了 有很多沒有用的屬性 就拉到這些裝備 我就覺得 就算你說 我覺得他現在這樣設定 屬性對應職業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問題就是有些 你說可能專屬武器的 什麼小英球的 那些麻煩就不要把那些SDR的 什麼鬼放進去 這個小英球很厲害 很多樣的 先升力量 再升文字 但不懂自力 那我們做什麼 這個其實 我 我不會說 去到 好大去judge 他這個隨機的 我只不過覺得奇怪 我只是覺得奇怪 當然你覺得 不可以覺得沒有 這個因為其實 只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他要令到 真正出現一些 所謂的 適合完美屬性的裝備 來得更加稀有 而他加大這個 是懶的了 不 我覺得這個是深思 我當你說 可能100% 你分每一樣10% 還有你 實際你有細心想過 你可能每一樣10% 自力的10% 打出來小英球 有10%的位置 有加折 那你自己分析 你自己跟著再分配過 來說不會出力量 不會出品質 那可能 只是說 純粹是打出來的金幣 是50%那麽高的 那可能大家很多小英球 都只是說 金幣出來多50% 那 那個情況 你也可以一樣控制到 即是一樣控制到 可以說 完全沒有用 即是你不一定是要評分 即是我這個小英球 我只會跟五個技能 那五個技能 全部都是平均的 每人20% 你可以不是這樣 即是這些 我覺得是心思問題 即是你 落點心思去 即是這個 這個也是剛才說 即是你真的隨機 你真的就這樣隨機就算了 即是完全交由隨機 即是完全的隨機去控制這個問題 即是其實這個我都會提 說回來的就是 即是我們 即是我們換家口中 即是我們一個 這個設計後中 所說的隨機 不是真的隨機 是一個我預知情況之下的隨機 其實 設計那班理論上 都應該說 他猜到大概90% 你那班PK 真的想做些什麼 你有什麼想想 當然猜不到 猜不到 猜到是無極限的 那不同的 他可能設計最多是幾十人 你百幾萬 幾百萬人 他真的猜到他 那他做什麼 你只可以說 他可能真的太純真 他可能真的 那當然你說 這個問題 都沒有的 其實你說裝備的 最主要的問題 都是說 他在損失上面 我覺得他太依賴 你說在 所謂的 實際武器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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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層面上 他 就變了很多奇怪的現象 例如什麼法師拿斧頭 我都真的很奇怪 雙手斧頭 個個都是 因為他斧頭的數字 正常來說 如果同級來說 你比單手劍 或者雙手劍 都是高的 就變成 做成一件事 就是全部人都 走去拿雙手斧頭 我覺得 這個都並不是最大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一個人搶什麼武器 是他的自由 但是 最大的問題 就是 當他攻擊的時候 好像不是用那個武器 不要問 這個問題 最令我疑惑 當我用武針 我拿著兩枝刀 想去刺 誰知道 那兩枝刀是藏在背後 為什麼會 那我拿著那兩枝刀 究竟是 假性 這個其實都很奇怪 沒有的 你那兩枝刀 都很難解釋 我法師拿工的時候 他又不完全不上工 在這裡放的 拿到工嗎 拿到工 是啊 我還可以轉普攻 我這樣射箭也可以 真的可以裝箭筒 不行 當然不行 不可以 這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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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的問題 就是 他角色的動作 很明顯 他最初 原意每個人 可以裝不同裝備 其實是 我覺得 設計原意 可以 獨特化 即獨特了 你自己的角色 那個外觀 可以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 在這個 我們這個 講求實際的 遊戲環境裏面 我是以數值為主導 這個數值 我便靠向哪邊 所以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會引致 每個人都持有 相同類型 和質量的武器 就不會有他所希望 看到 隨機性可以帶來的 不同的不同的變化 所以 其實我們是說 這些東西 可以下一點點心思 不過老實說 我自己的法師 都是拿太刀 不好意思 每一次 我每一次 射那些魔法球出來 幾年後 都是拼劍 然後 有一次 街場有個人問 你網球比較黃 我第一次見到 模型的卡拉台 那時候說 武器 這裡不是 魔法劍 魔法劍士 行不行 好厲害 每一次打出網球 都打死很多人 真是網球王子 對 那 都說了 數值 為何要這麼大 當然是因為 我們要面對的敵人 需要一些龐大的數字 才可以打死 而 這個龐大的敵人 一個這麼強大的敵人 並不是Diablo Diablo Diablo 都難的 不過最棄手 這些敵人 他有這麼強的數字 當然你說Diablo的特色 就是 真正最強大的敵人 並不是Boss 而是質疵 精英怪 人們都叫精英怪 所以 你說 其實 這個也是另一個隨機 另一個隨機的元素 就是 每一種精英怪 或者是 Unic的怪 它都會持有 一些特殊的技能 應該是一堆技能裡面 隨便選幾個 沒錯 沒錯 軟衣就是好的 沒那麼悶 但實際上 去到某一個等級的時候 我想 其實 我去到這個位置 我會有一個 這樣的假設的想法 Bisa的QC 他們只是試到 什麼 或者試到少許 他們沒有試過之後的問題 他們有試 他們說打不到 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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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問題 但他們說 相信那些玩家是打到 他們完全是過不了戀獄 所以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不就是這樣說 怪的問題 剛才好像樹形所說 Lightmare 那些都不是坦白問題 因為 Lightmare是兩個 Lightmare是三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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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indo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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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開始已經有問題 有四個通常都是三個 有些會有四個 Hell已經開始被怪追二十條街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反而打怪的 我又不是太過針對 但我會覺得 有些時候是真的過強的 有些技能組合 如果單純一個 可能問題不太大 有一堆組合在一起 你會覺得 嘩 真的沒有人打的 當然 你總會有解決方法 因為你的遊戲 死是不需要被騙的 連C都不需要檢測 直接一死 就走出來 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是 它那個 成長的Curve 是做得差 因為 是突然之間 由這個Normal 去到Lightmare 其實那個曲線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裝備曲線 你的角色素質的 曲線 是和怪物是成正比的 你有機會會死 但是 可能是你不小心 或者是某些 隨機的元素 令到那隻怪 可能超出了你少少的預期 但是並不是說去到Hell 或者Infernal 它那個曲線 可能是一個45度角的斜坡 突然之間變成90度角的斜坡 你過不了 過不了之後 就是剛才我們衍生的問題 就是 你要有勁的裝備 勁的裝備 勁的裝備都可能被人瞄了 勁的都未必 你要與之抗衡 你要有一把 可以與之抗衡的武器 但是不代表 你一定能打死它 你有與之抗衡的武器 但沒有與之抗衡的月亮 這就是重點 大哥 明言 死人是沒有DPS的 你明白嗎 當然你說 我看這隻怪 我有玩Diablo 1 Diablo 2 他們這些怪物是強 但是不會強到出現一個組合 是你打不贏 因為其實這個會衍生於 角色的變化 因為現在的角色變化 其實現在的角色變化是少的 其實是 你近戰 你打不贏你就打不贏 它是對著某一種的 隨機組合 你是沒有解 你是沒有解 你是一個人沒有解 兩個人死得快點 三個人就是這樣 因為它的幅度不同 好像兩個人好像 我忘記了 好像加了15% 傷害 15%血量 所以反而是 多人打的時候 反而更難 所以現在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每個人都在獨自 你的問題就是 你的血量不是問題 你傷害高了 原本不用嚇死 我現在是嚇死的 這個才是問題 帥哥也說了一件事 近戰 近戰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叫做遠戰 就是所有傷害是減3% 沒錯 但不是無敵 就是說 我當我 我化師 就算我走得慢 問題就是 我都是靠走威 靠一下 角落頭 順餘下 可能也說 放一下風箏 下一個打也會有機會贏 那什麼緊張 當然不用說 他軟一軟 快做人有無敵 但你近戰那些 你不打你怎麼打完戰 你不告訴他 你那個人真的打完戰 打不掉 打不贏 打不贏 你補不切 上不了就會死 不用說其他事情 沒得說 當然 這個其實是D2和D3的身體 D2的Chill 你是殺入敵陣 D3的英雄是跳出敵陣 很正常的 這是野蠻的分別 當年D2的野蠻人 威風淋淋的跳入敵陣裡面 大喊一聲 所有人都被你震懾了 現在你是你的跳入是什麼 在敵陣裡面跳出來 滄亡逃跑 這個我想 只是在Infernal的難度 顯現出來 Hell都還可以 Hell也可以的 Hell勉強可以 但其實也要看人品 你本身打不打個裝備 這個AH的問題 我們打一會再問 但我覺得Hell的難度也還可以 其實都會問的 因為當你有三個Skills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無解 所謂的蝶絲戰術去打贏 但我會覺得 很多人都會說 D2都是蝶絲去打的 但這個是他的傳統 傳統不代表一定是好 他應該是有改良的空間 他不應該是用 老實說 我蝶絲很辛辛苦苦打完一怪 我不會有任何榮耀或成功感大表給我 我只要說一句粗口 Shit 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覺得都可以的 我覺得打贏了 好厲害 我喜歡打贏了 我反而不會去到很反感 但是就這樣說 如果你說我拿回近戰來說 近戰其實也很需要靠裝備 我說過簡單一點 我們玩這些我們就死定了 如果你說你選專家模式 就不死定了 死者就重新開始了 其實也有外國玩家 已經玩到中間模式 玩到Edwin打華奕逃符 上到Inferno 對啦 上到Inferno 其實也打贏了 他還要用近戰野幻人 但是重點就是說 他真的說要那些裝備很厲害 強到在Edwin裡面的一隻英怪 打他扣一千而已 那你這隻野幻人吸血 打扣血 吸得很快 其實基本上都不會扣他的 那你是要去到這樣的神裝備 抗星到七百多全會 那你才可以有機會坦得贏 有機會可以很安全地可以度過 那問題就是 是不是這麼多人有這麼多時間 又或者這麼好運氣 這麼好手氣 打到這些裝備呢 正常來講 我覺得有Random裝備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應該說去到要 完全主導 對啦 完全主導 至少你說給回三四成技術 即我有技術 我的裝備不用很厲害 我打贏了 現在的情況是 你有技術都沒有用的 我吸你過來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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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很溫烈的 你沒得抵抗 這個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沒有的 是他屈你 簡單來說 我會選擇一個 他屈你 就算一個角色 我相信都會有大概兩至三招 是解除名機的 保命的技能 但是你對著有四隻 可以跟你有致命一擊 而且他又有兩至三種方法 打一隻 四六二十四 二十四種方法去殺死你的時候 你那兩三招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應該是不夠用的 所以那句 小魔鬼變化加持多三招 而現身就是 我會給了Diablo 3 今次這個名字叫做精英小怪3 不過其實我覺得 Bisa是想有件事告訴我 在一個龐大的世界裏面 對著一大堆的軍隊 所謂擒擦先擒王 卓仔是用來避的 怎麼會叫他打的呢 最大的問題是 改低今代D3 改低了調補 以前我們只是D2的時候 我們只是打王 所以這個 我打趣的地方 一下就是 對著這麼千軍萬馬 雙權難敵四手 所謂擒擦先擒王 怪可面則面就不要打了 直接去打大佬 而大佬 我們都知道 大佬是不需要很高的裝備 就能打贏的 所以其實他是鼓勵你 避過所有怪 直接去打大佬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打大佬 又不是說 跌得很漂亮的裝 那不要緊的 他不是跌得很漂亮的裝 你再去挑戰下個的大佬 你也是避過所有的小怪 再去打個大佬 那第二件事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小怪不讓你離開 又扯你近來 有些怪你是打不贏的 但是這樣說 其實這樣說 如果你在Inferno 有一件事是比較難接受的 就是你上去Inferno之後 你會有一段時間 是真的打不贏的所有東西 你可能要慢慢偷一兩隻世界 哇 這隻 真怪的東西全部都廢了 終於找到一隻可以打贏你 有機會打贏 還要疊十幾次才打贏 然後疊那些東西沒事的 然後又要再來一次 你要在那裡經營很久 就算你說 打多一些裝 我可以去 清霸A1 但是上A2 又是你 都是瞄殺你 沒分別 你結果又要下A1 又是慢慢裝 終於厲害了 終於不用嚇死了 你才可以上A2 這個情況就變成 你是要無限地循環 去做同一件事 去打到一些神裝 神中的神裝 但是我記得Bisa都好像有說過 現在Inferno的難度 是他們測試的時候的兩倍 因為他預計玩家玩得到 那我可以理解的 難度這件事 不是說 把Damage改高就是難度 我這樣說 其實我不是說太多圓形 我比較不滿 叫做他的功力 真的太誇張 我自己試過進入Inferno的 寬諾局 簡單來說是最高難度 我用法師就算了 打過來六位數字沒問題 死是很正常 前面那些什麼盲釀 母真全部打過來 都是六位數字 那你怎麼打呢 我覺得心態上 他們設計公司 把難度改高一倍 我覺得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如果一隻遊戲 真的很容易玩 可能現在已經打爆了 國謀Inferno 全世界都可以做得到 這遊戲已經沒有換價值了 你只能夠出資料片才可以再蓋得到 所以他現在改得這麼難 再慢慢改回 我覺得可以理解的 但不要誇張到完全過不了秒殺你 你的血量多我最多時間打 你拉過來一下燒就燒死了我 那我玩什麼呢 我要等30秒 你會覺得好像在消磨你的時間 Wall of Warcraft那些王 之前一開一出的時候 設到那些王很難 不同 設計的考慮不同 因為可以說雙倍 它是有一些王 真是gear track 真是你可能要有一定程度的裝備才能打贏 但是他佔的技術含量成分 你其中有五成 是放在你自己的個人技術上 就算你有裝備 除非你的裝備超班 起碼十幾級 站在那裡 帶坦都打贏 帶坦都打贏 那些就另計 但大部分的boss 就算你已經把地區的神裝拿在手 你一樣不能站在大哥面前打 你一樣要靠走位 這個我覺得是另一個場面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算你整身神裝 我給你喝一瓶水 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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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六個check 我照樣一樣可以打死你 你有玩過 你比較明白 旋渦有多噁心 當我用拍子 旋渦吸過來我先走了 旋渦再吸過來我先震 再旋渦就沒有了 大哥 我還有誰知道 他在孤單 他永遠只是用同一招來對付你 而你明知在那招 我根本是解不了避不了 而且沒有任何的技術含量 可以令我離開這招的攻擊範圍 因為他還走得比你 高速還要 快速 他們沒有快速都比你 有快速的話 直接閃過來 還有傳送嗎 什麼現在火鍊的那些 火鍊的那些 你走完三招 你站在中間 而我會說 很多人就說 其實我相信 就算現在過島 已經打煉獄家興奏術的玩家 他們過島是閃 他們都曾經經歷過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應該經過蝶絲的階段 而這個階段 我覺得在一個設計層面來說 你是在懲罰我 我不是在打怪 你是在懲罰我 在死 簡直已經不是在玩遊戲 被遊戲在玩 蝶絲不是大問題 應該給你一個個人的感覺 就是你已經死了 一次 OK 我戰敗了 可能我考量上有問題 我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我就算怎樣完美 熟練我的角色都好 我都會照死 究竟是什麼問題 到時我只能夠一個答案 就是 根本這隻怪獲是我打不贏 應該這麼說 你碟絲 我碟絲不是問題 碟絲完絲 我起碼知道 我應該用什麼方向打 就是說你給我一個教訓 沒有Try and Error 這個過程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現在給你的答案 就是因為你沒有神裝 你要一下死 所以你就去回裝 但是回裝的時候 那些怪獲膽贏 立即情況就回環了 而他的問題就是 他的問題就是 譬如 他每一級的level 的怪 他拿回來的裝備 是低五個level 你只有可能 可能只有幾個percent 會拿到同級的東西 還要一個 random的數字 適合你用 對 還要不對 大部分都是不對 你用 這樣會顯身到AH那邊 翻裝的行為 你就會覺得 我究竟 還有這個顯身問題 就算說 我翻裝 很多人 我想你都要苦心自問 大家 我翻完裝 我的短期目標 是找到這個神裝 可以挑戰成功 他 挑戰成功之後 我的long term 高是什麼呢 我要翻另外一些神裝 再打另外一些怪 沒錯 這個周而復子 你不會令到 為什麼現在的玩家 其實很多人會在Lightmare指報 我玩完Lightmare之後 我就不會再玩 因為說 之後的程序都是一樣 我不會是令我的角色 在戰術上 運用上 或者是技巧上 可以有什麼不同的轉變 不同的變化 我打來打去都是那些東西 在這個故事上 這個就要悶 就等於叫做什麼 一周目爆機 二周目爆機 我打的東西一樣 你都不會有興趣玩第二次 現在叫做 很多人叫做什麼 拿來的說 Diablo是這樣玩的 然後我說Diablo是這樣玩 代不代表他這樣好玩呢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來的 我們說Diablo II是這樣打 我覺得這個傳統上 當年這個設計 好 不代表搬到現在這個年代 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十年後 十年後 其實現在的玩家是沒有耐性的 我不接受一些 即性不變 沒有變化的方法 你只是當我是一個白癡 這個也可以 你一樣所說 其實神裝器令上 在今集好像很重要 我不知道意外是怎樣 但我自己期待 其實應該是說 你一個職業 有這麼多技能 有被動有成 是應該可以衍生 很多種打法出來的 問題是說當然 網上很多人很快地 有很多種不同 很神的打法 很神的打法 很神業配的方法 不過問題是 官方看到這個打法太神了 所以不讓你用 這四個改 那我就會覺得 你設計出來 你是不是很想逼到 這種打法不能用 那種打法不能用 你只會只剩下這種打法 對 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情況很奇怪 你不讓我用這種 又不讓他那種 你想怎樣 然後又打不到裝 你又想怎樣 沒有 官方有一個很正式的回答 給到你的 又是藍鐵 又是藍鐵會回應你的 就是說 他們設計這個技能的時候 他們是希望 不希望 某一些技能 在整個冒險旅程裡面 是必要的 他們是希望 如果他發現這些技能 他們就會作出修訂 將這個技能改成沒有那麼必要 令到玩家可以用不同的技能去配合 而引申意義 當然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其他技能還是廢的情況之下 如果他改成必要的技能的話 那你的角色究竟可以用什麼去打 我是不知道 更廢的 即是等於 大家 將大家的無敵 什麼靈行術 什麼靈行術 無意的靈行術 法師是什麼 保命那支是什麼 轉移 你是不是個個都要用 那不用的 是不是 我見很多人都不用轉移 我用而已 那些削弱這些東西 你怎麼玩 也或者這麼說 我理解官方這個憂慮 你說全世界人都 好像我最近說 Demon的那個 隱身 煙霧 我覺得他的削弱 是可以理解的 你說三秒 他本身可以用兩次 還可以保滿了 再用兩次 即是十四秒 十二秒 沒有 真的很誇張 你十二秒站到狂的時候就可以了 不需要技術的 所以他改日 再改1.5秒 其實我覺得可以理解 這個你改日 他不是好過 他不是比你連續這樣用 是的 我覺得OK的 這個 但是好像有些 以我所知 例如法師一些 叫做 冰環球 將困難時間 減少的方法 他那些是改到 完全沒有了作用 因為那個被動靈力 是完全廢了被動靈力 那我拿來做什麼 你那個35%加 不是 那個我都可以理解 那個我都覺得 是有一點點問題 但有一個方法 就是 法師有一招 就是說 每一次爆擊的時候 就有機會 就可以 將 減少一秒 就是全部 術的減少一秒 於是 有人就不知道 用什麼方法 因為他現在 毒 就可以毒幾下 只要 托高那個爆擊 搞到 那個毒 是 不斷毒 你就可以不斷出 不斷冰的怪 冰到死為止 我覺得可以理解 但是 他改藥 沒有問題 那你就改藥 都不要改到完全不白 完全不加 完全不加 那就是完全廢了 那樣東西 我覺得他有些東西改 不是問題 但是你改得來 就是說 想第一樣東西 你本身的技能配搭 是不是這麼平衡呢 好老實講 法師有些招 我是不會去用的 那些招 你會覺得 當然有人會覺得 不同意 但至少我覺得 效益 是完全不及其他 那我不會用 其一 其二是說 你改完之後 又是否平衡呢 算了 一開始你不平衡 你說改到平衡 改完之後 那招完全是廢武功的 根本就是 你改完之後 就不平衡了 根本我就不知道你做什麼了 應該是越做越好才是這樣的 現在就你好像是說 這個方法不行 那個方法不可以 那你越改 就沒有門了 可以怎麼做 平衡性這件事 必須一向都是一個項目 不是平衡性 他不是要學 他不是要學 而你最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 在設計考量上 我會感覺就是 我剛才說的一些case 是一些玩家想到 是將某一件事 達至極限 而去衍生出來的 這件事其實現在官方 是將這件事就是什麼呢 當只要有一個人 做到這一點 他就改了他 他不理他當中是經過什麼 而當中其實這個過程是說什麼呢 我是要學他一些所謂的神裝 去配合我這個狀態 未必 可能一百萬人裡面 只有兩至三個人 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因為你裝備 不是一定會有這個step出現 而他就是因為 單單就是一兩個case 要去改了那招 他將 99%的玩家自豬不利 而只是為了那1%的玩家 去改弱這deep skill 就影響了其他90%玩家 而另外那個問題就是 他這樣改弱了deep skill OK 算 你去平衡 究竟我還有什麼組合 可以去形容到 但大部分他改弱了出來的組合 他只是想說一件事 他只是想說一件事 告訴你 Invernal是應該打不到的 他不是告訴你 我是不會讓你打到Invernal 現在我們上網會看到 2秒打死1隻 打死1隻的屠夫 3秒搞定 4秒搞定 那些事 他現在是避免這些 special case 但其實 很老實講 這些是玩家的智慧 他只是靠 你可以改弱他一點 他去到沒有那麼極致 但你不會是 令到這一招 完全是功用的價值 可能是100 他只剩下10的價值 還有可以說明所說 其實你說 可能一百萬人才能 兩三個 很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不是單止神裝 還要你的技術 就是我不覺得一個 遊戲白癡 他拿著神裝 他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就算我告訴你 我講完 我方法講完 我把裝備都給你 我覺得不是每個人打到的 可能都是100個 才會有一個 有這樣的技術 那你這樣改進去的話 其他想跟的人 其實可能就算跟他 跟得五成而已 可能都要很辛苦 蝶絲先打贏 現在連蝶絲都打贏 那你叫其他玩家怎麼玩呢 而另外那個問題 就是其實 所以剛才你們 兩位都聽說過的 一些被動技能 或者一些強化技能的 一些Wounds 一些符紋的設定 其實是垃圾 因為很多的東西 在他現在這個 這麼支離破碎的設計裡面 九成九是沒有用的 而大部分最終就是 會選一種至兩種的Wounds 而他就集中去改進那個Wounds 就是二 他是沒有想過 怎樣去改善之前那些沒有用的Wounds 能夠令他變回有用 他真的著意 就是說 我現在覺得這招厲害 因為你這樣打到延芳佬 我不妥理 不應該這樣做的 我們浪費過的事 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想不到 不可能的 我們過不了 為什麼你們會過得到的 是的 不停打 打玩家志偉廉 你這樣打到不行的 其實不對 其實這樣是犯規的 我們的設計不是這樣的 應該怎麼打 你拿回延芳佬的例子 我拿法師來講 你說法師有一招主動技 是近戰技 我想說我沒有30%減傷 我怎麼打近戰 你還要我法師衝散技 法師有近戰技 有 有 優幹人 很狂 他有一個符文 可以將他打到20碼 其實20碼都很近 就算我不加那個符文 簡單來說 你不裝符文 你不能用 你不告訴我 我沒有30%減傷 都還要充水 我看到那東西萬人 已經沒有 一人打十萬 我重充上去 你就算我死 你說這些 就好像整個花瓶 那樣 就算有其他技能 也算有其有弱 有些可能 在某些情況上 會比較容易 我這些可以接受 但是 很老實講 其實有兩三成 你完全不會怎樣 但是這個會不會是因為 Infernal 難度設計問題 就不是關於Skills 那我 我不要理 我就算 英哥說 我最理想的方法 就是其實你Infernal 都好 我當你可能 兩三成Skills 是不用 都好 你起碼那三成Skills 配搭出口 有很多組合 可以大家都不同 用不同的方法去打 實際上你說 你捉到的 你捉到的 你捉到的捉到的 其實都會有這樣 例如說 你捉到的捉到的 可能是加某一個東西 或者是加強某一個技能 那你就向那個技能 的概念去進化 那可能另一個不同的 那你就有更不同 例如說 我是以兵為主的 或者你是以輸出為主的 那可能大家是法師 但是大家的定位不同 那你玩上去才會有不同的感覺 但現在就不是的 全人都是拿著盾 因為你會死的 很正常的 拿著盾 你不先不死 然後你法師 很正常 四個寶貝 應該會沒那麼快死的了 應該會沒那麼快死的 而其實 現在的設計概念上 他雖然說到 他希望玩家 組合多些不同的組合 但其實他現在是懲罰 在不同情況之下 換不同的招 首先就是 我換招 為什麼我要有CD 我學了了 reload line 還有這個會議 可能夜行者之後都會感受到 你明白 所謂 打完精英怪之後 你會拿到一個buffer 它就會令到你的調補 和你的調錢的數量會增大 加 15% 這個buffer 萬一你在任何情況之下 轉skill 這個buffer 會取消了 那我就有一個問題了 你要我去對付不同的怪 有不同的組合 但你又在這方面懲罰我 那究竟你是想我換招 還是想我不換招 他變了互相矛盾 這兩件事 當然 我想事前的關鍵就是 其實 我們現在 在遊戲系統裡面 一些wound的設定 其實它原本 是和 Batsmith 和Truthcraft的概念 是一樣的 是需要玩家自己做出來的 但是 當然 不知為什麼 現在就變成了內建 以內建 之前beta的時候 好像整個系統都做過 以內建 以內建 因為其實 它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 它怕一些 例如法師有一個wound 如果變成每個wound都是公家用 可能那個wound 配合在某個職業那裏 就是這些 special case 會發生 就是它會超強大 這個問題 所以它就擔心 而且我相信它又怕 它沒有這樣的時間去想 然後就馬上 把所有東西 fix 用它自己認為 合理的reason fix了每個secretor 有些什麼wounds 而最終顯身就是 所謂的招式配搭 其實我是配搭不了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它原本的設計 並不是這樣 它最後現在就是 將它的設計改變了 令到原本 可能真的有多變的skill 但不是現在這個設定下 環境下做出來的多變skill 現在的環境下 所謂的多變skill 其實只是困住了你 即是你說 那類型的方面 即是說 你一二三四件 那樣的 那它一件只可以 那些類型 那些 可以轉的應該 可以轉的應該 那個可以轉 我指那個wound 其實它之前 如果你說 不同的wound 會配技能 其實我想它所說的wound 是我們現在 所有character 有的wound 組合在一起 變成好像 一個bassmith 即是一個鐵象 這樣的system 裡面 我們去做一些wound 去放進我們的skill 應該wound 就不是說 是你升級 level 應該說 這一招可以有一萬個wound 可以配合 即是說這一招 可以放一個子煲石 下去 就會變成什麼招 類似這樣的 以前 之前它公佈出來 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這樣的 但是不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 就改了 其實它認為它 控制不了 這個 可能它的proof太大 可能就有機會 你回答很多個類型 你想一下幾個種 組合 百幾萬種 而你叫做最底色 其實另外一個 我想在skill裡 有一個最不喜歡的 就是 很多人打Diablo 3 那時候 是不知道 skill是可以調位 而調位的掣 就在一個 隱藏了 隱藏在這個maid menu 的某一個掣 而大部分人打到like 那時候 就會說 那陣子的skill 沒有一個好用的 有沒有得改 他們是不知道有得改 而其實 你做這個設定 官方的議題是什麼 你是想 我改還是不改 我不覺得 我會因為 fixing skill 而覺得遊戲容易玩了 或者指引性會高了 而它這樣 藏起來 令到就是 它其實 原本一開始 它是想 fixing skill 但之後發覺 哎呀大件事 好像不是好 就特意加多個掣 可以去解釋 我覺得其實就很無謂 我反而又覺得 它是想你 就是 它定了一個系列給你 你試完之後 才自己再配搭 為什麼要定給你 為什麼要 竟然它標榜的就是 你用不同skill的配搭 去應付不同的挑戰 為什麼我要設定一套skill給你呢 而那套skill還不是一套 strict forward的skill來的 他要設定要數量 其實它想你升等級 못太煩 你基本上升等級 所以 Ultimate 一、二、三、四順著落地打開 如果一開始被全部打開 你可能會弄得很麻煩 不是被打開 我只是一skill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原本二skill的技能 很簡單 例如說 你通常都是那些技能歸類 例如保命技能 都是防禦招式 歸一類 如果你說不知道那些人 就知道他打開 基本上就只有一招保命 坦白說 只有一招保命 他是不是很可憐 你要讓人知道 至少我當你說 你會有鎖死的系統 我覺得沒問題 但起碼你預設 就不要鎖死我 或者譬如說到某個level 他會有個提示 你可以解鎖的 這樣也好 其實實際上我覺得 連鎖死都不應該 基本上都不會有人鎖死 你打的照片怎麼會鎖死 不會的 沒有人 一百 一百 除非那個 99% 剩下那個percent是什麼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有這個system 很多打的Infernal都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排制這麼怪 為什麼他會排制這麼怪 為什麼他會有兩個無名忌 我沒有的 不是自己違反了自己 自己在打自己的念 是 所以是無謂的 這件事 也是我寧願說你多一件 老實說你六個件是不夠的 真的這個是 就是 你當我複雜些 好 什麼都好 其實你給了這麼多技能 你可以當組合 但組合得來 你我六個又未必一定 那麼足夠 當然啦 既然現在有些人覺得 這個才有挑戰性 OK 大問題 起碼你上去Infernal 就知道換技 至少這個cool down時間三秒 差不多 我叫他不動 大佬 多久 你說我回城 我回城 換完之後 出來更快 一定的 或者跟著 其實我想說完這裡 我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重點 他就是 那些人會不會真的打不到 或者 我打多少打不到 有什麼辦法 可以找到裝備 而衍生出的 AEH 就是這個 Action Hole 系統 即是拍賣場 拍賣場 而拍賣場 其實 在我的角度來講 即是 我先不說Userfanny 那個問題 Userfanny 就是一定的 一定 不是 我先不說這個系統 對換技的幫助 一定是很有幫助 告訴你 是直接 你沒有AEH 有些可能隨時過不了 有一部分人是 而這個系統 其實說 在整個Gameplay的壽命來講 作為一個 縮短了很多 縮短了 縮短了 因為本身就是說 我 你一開始 你希望就是 我有farm jump 我希望就是 我用best meet 或者用一些 我自己自身擁有的東西 去random一些東西出來 但你又衍生出來 我要做另一個System出來 我就會被人說 有人打賭 你去買就可以了 而那個價錢 是遠遠便宜過 你自己去搞一轉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哪有人搞呢 除非你已經是 有錢到不幸 有錢到不幸 非常有錢 非常有錢的人來的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很有錢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很有錢 我告訴你 你這劇情這樣打上去 你的錢是足夠買到你 打到Hell 一定夠 好老實講 Hell我也是一轉過 我只是跳了 我是上H去買裝 然後就過了 那Invernal為什麼過不了 不是因為買不到 而是因為一來太貴熱 是沒有人打得上去 所以才沒有裝你買 我和毛蟹的個案是不同的 我去到Hell F3 我都沒有用過AH系統 因為我不想用 我想試就是 我不用AH系統 我究竟可以捱到哪個位置 就是我活不活了 我一去到F3 大約 F3的60至70%的劇情裡面 我終於都頂不住了 首先 我承認我的人品是有問題的 我打不到一些適合我自己的裝備 很多時候 就算我打到一些其他class的裝備 都未必真是很厲害 和我的damage 可能只是增加到5 和你的人品是沒有關係的 我經常打回來的 沒有關係的 通常都是 加多200多三百多攻擊力 就算是和阿倉那些 我之後就卡地了 我真的打不到 對著一些精英少卓 三年星 我是完全對他沒有符的 而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挑戰的 我沒有理由不打死他 然後我大概死了半天之後 我發覺我都要去A2 打不死就是懦夫 很多人就說 你如果打不死 你只是去打大哥 這是懦夫的行為 我又不想被人稱為懦夫 最終我不用一個懦夫的方法 我用一個有錢人的方法 賣裝備 我當然同意 其實是帝哥縮短的手面 我承認的 我承認的是 開頭開方的1-2%的高手 他們真的很厲害 因為在那個環境裡面 只是最高端的裝備 只是他們 他們打不到就沒有了 那幫人 真的很有毅力 很厲害 很有技術 都是碟師的 大哥 我不知道 最起碼是 結果論來說 他過得到 我過不了 他有整個團體的裝備 全部都給他 這樣有不同的 結果論來說 我不理會 我當你自己擔兵 結果論來說 你做得到 我做不到 我要靠A2 但是 我覺得 有什麼為呢 我打完A2之後 精英 撩 秒殺他 其實我打完之後 我沒有成功感 其實我打完之後 我也是 我屈你而已 我再打到 你屈我而已 在當中 我是看不到技術含量 而A2 就是 我無可否認 是方便了一群 沒什麼時間 沒什麼時間 去上班的人 而我用錢 可以解決到 當然 A2是一種 說穿了 金錢考量的問題 原本是現金法賣場 原本是現金法賣場 還要打滲發聲斧頭 而你說 在A2 其實他做了一個很差 我不理解的設定 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 就是 我建裝備 我用完 我可以防返出去 我覺得其實 應該要有BOE System BOE System 它Diablo一向都沒有 不是Diablo Diablo系列 它一向都沒有 D2就沒有用過這個系統 但我也是那句 現在不是D2 D3的影子問題 是你這個遊戲 有沒有什麼需要 你這個遊戲 老實說 我用完 可能我們用過個案 毛鞋 用完一件裝備 它過了 給我用 我用完之後 又給夜行者用 當中我們沒有一個消耗 在裡面 而 最終就是什麼 可能我中途裡面 我又打了一件相同的武器 然後我又賣出去 在一個Demand 和Suppise 一個經濟學的環境裡面 老實說 他當年 口口聲聲 出D3的時候 說 他這個系統 他就不想遊戲裡面的 金錢經濟崩潰 他現在一個星期就崩潰了 給你看 現在的東西 說的是幾百 千萬 現在開始已經說 千萬 千萬計 而 你一個正常人玩遊戲 我給你 由 Normal 玩到地獄 你最多都是一百萬 你買得到什麼 沒有 他那個情況就是 你要自己去Infernal 不管在哪裡 賣些東西 賣幾件 每件買一百萬 那 而這個東西是有問題 就是剛才我提出過 一個經濟的系統裡面 在Demand 需求 固定的 一定是這麼多的 但Suppise是無限大的 一些新街 不止無限大 是越來越擴大 無限大 不就是 在這個情況下 就算我現在打到一件裝備 通街都是的情況 我賣不到 我賣不到 我賣不去 我只剩一百萬在手 那些裝備又不斷塌上去 我買得到什麼 這個就創造 香港環境 貧者越貧者越富 不就叫你不要用AX 自己打 現今拍賣場 他為什麼現在不敢開 其實我有一個理由 他因為真的 他自從之前 Battle.net的事件 被人殺了之後 他根本可能發現 他自己 他現在 一開現今拍賣場 那些黑客可能真的在等著他 其實現在你見到 暫時是正了下來 可能其實已經是找到一些漏洞 我深信 即是他已經試著這個 不是 那些黑客已經知道漏洞 但是他不用著 他在等著你開現今拍賣場 那時候 我一幕翹起你 那現在其實老實說 爆帳那些也有 已經有很多人被人爆了 拿了東西 等等 我為什麼會提出 BOE的System 呢 就算 我被你吃了我的帳 BOE了 我又不可以給其他人 你最多就是 幫我爆了它 但是他這個 如果用BOE的時候 又有為他本意 不會的 因為始終 我只是說一句 他本意就是 他那個 Trading System Trading 但是其實 我只是說 在經濟流向裡面 你Trading 我是有這個 supply進去的 它是不停有 不停有進去的 但是你現在是要消耗的 你如果不消耗的話 最終就是 那些裝備都在這裡 那沒有意思的 你要的需求和 供應 是Balance 這個現金拍賣場 才有那個價值 而 那些人才會 真的好想去 用錢去買 買東西 你不是的 如果我 十派無限大 那最後 不會再有人去買東西 或者我根本 賣不起東西 只是 一班 超有錢的人 他們之間裡面的 金錢遊戲 而那班人 他們會用現金拍賣場嗎 我都已經有錢了 我為什麼要用現金拍賣場買東西 而你 然後顯身說 到現金拍賣場 那班原本是窮到窮的人 剩下一百萬的人 我要用真錢買 但是那裡又佔多少%呢 我覺得最多20%的人會買東西 最終就是 其實它會拿不到它自己理想的效果 因為沒有了BOE System 而BOE System 我不會說 我現在的想法裡面 BOE System 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 但是至少沒有現在那麼嚴重 就算我其實不說太多 我叫它第一陣玩家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我自己一開始預期 這個遊戲很久來玩的 但不知為什麼很快 我就想Infernal 全靠就是這句AX 我就不知道什麼 猛性性 隨便搜尋一些 哇 在這件影子那句這麼多 很便宜了 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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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打也有 賣最四件 沒有那麼多 其他幾貴的制度已經不是我的人 我只是一個平盤小市民 五千元夠我打 夠我打到上Infernal 問題就是 遊戲性在哪 其實我一直打都覺得很悶 來到這劇情 我知道你講哪句 我已經記得你講哪句 那之後就是不斷去打精怪 偶爾會遇到一些難題 其他時候都不是這樣的問題 那那個情況就變成了 我覺得 真是說整個遊戲 那個有生命縮短很多 而上Infernal 的時候 因為大家打不到 所以卡住了 但是卡住了 不是令到這個 遊戲生命增加的 本錢 是沒錯 這個不關事的 純粹是大家打不到 你難度打不到 只是這樣 就變成了 我作為一個新玩的玩家 現在這個遊戲是5月15日出來 現在只是打了兩個星期 我已經打到他所謂的最高難度 那 我其實有質疑過 這個遊戲還可以大多久 副本 你出副本 OK 你出副本 OK 這些只是附加東西 副本可能只有兩個 三個 你多久才出一個呢 可能三個月才出一個 打完 不就是一個星期搞地 對不對 我想其實無懈講那個問題 其實就是 我剛才一開始 在剛才之前也提到的 就是 short and go 和long time go 那個問題 就是 我去到這個境界了 究竟你還有些什麼 可以讓我看到呢 其實 如果我還是持續要翻裝 可能對無懈來說 就是 他是一個新來的 我沒有玩過Diablo 我沒有Diablo的陰影 我沒有Diablo 2的影子 我究竟Diablo 2的影子 怎樣玩的 他會覺得 其實我玩完了 我為什麼還要給他時間 去翻裝備 不停去做同一個動作 而不去玩一隻新遊戲 可以給我一些不同的感覺 你沒有理解 而好像你說 Diablo 2的眼派玩家 他們經常都會用一個論點 就是 你 Clear了整個關 打裝備才是你的重點 但是打完裝備之後 我經常都會問那個問題 那我有沒有個王可以給我打 就是說 你不是打回自然那些嗎 他說 你翻了全部裝備出來 然後我這樣 你翻了全部出來裝備 就是又怎樣 都打不贏 Berno 就是一是兩種 要是你說 這樣都打不贏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當我已經是頂級神裝 我都打不贏 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其實太差了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打贏了 那你還有些什麼可以給你挑戰呢 除了裝備之外 我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追求呢 其實 我可不可以就是說 很多時候 那你也可以追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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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成就就算吧 我看過了整個成就表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 時間就價 就是叫做什麼 沒有什麼技術含量 都不要這麼說 專家級那些演唱片 看 專家級那些就不要管 那些是另一件事 那些是punish 那些是 我不會挑戰的方法 我也不會挑戰 而他最終現在造就 老實說 在任何討論區 我都覺得 如果有聽節目的聽眾 不要經常用話 Diablo就是這樣 這個不是一隻遊戲 他做得差 或者他一定要這樣做的原因 沒有一隻遊戲的系統 是要一定續成的 即他既然不能做 老實說 Diablo 這隻遊戲 就是叫Diablo 但你裡面的系統 他可以千變萬化 難道我叫Diablo 我叫Diablo 你就說這樣 一定是這樣的 沒有可能的事 你都不會玩 這樣remake Diablo 就搞定了 滿足大家了 我為什麼要做Diablo Diablo 有些新東西 希望帶出一些新的元素 我不可以說不維持救元素 他有維持救元素 但是有些救元素 是不是應該還在這個年代 還要維持住 我有保留 他一定未必是好 好像剛才所說的 無論是翻裝備 或者換式機 有些其實是很好的傳統 當年 每一個職業 其實他都有 三至四種衍生形態 好像剛才說 我們會有三至四種形態的打法 而那種形態的打法 可能真是對應 對著某一種特殊能力 可能真是死局 或者是比較困難 對於情人 不會完全是沒有出路 現在每一種技能 我都有死局 我都會經常死局 不是有機會死局 是經常死局 而我覺得 有些人會說 你不夠技術 你看一下別人 他就一樣過得到 那些個案 就是 如果你找到20%的人 這樣過得到的話 我可以 但現在我覺得 連10%這樣做得到的人 他公佈過 上了Invernal 好像只有1.9% 早派 對 1.9% 原來 我這麼厲害 你很強 總角色人數 總角色人數 你開Level1 那些倉庫角色 他都會計算下去 就算你當成這樣 也好 我也覺得有個問題 那些情況 其實 老實說 我覺得我自己 真的不是一個很強的玩家 我第一次玩 大哥 你會害怕 我怎樣怎樣怎樣 死了 我都知道有什麼事 就死了 那些技能 都不會很成熟 也沒有那些玩家 那麼厲害 所以大家 當然 剛才聽我說話 都是聽聽算 我真的不是很厲害 但是老實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打到影響 所以 有些事情 我覺得 其實整件事 我沒有想像中 那麼 原本 那麼大期待 其實有些玩家 說 Inverno 是多出來的東西 中哥出來 Hell 已經打完了 不是 放工了 以前D to Hell 都是虐待Boss 都是這樣 過往的時代 系統成熟的MMO 和RPG 而Diablo 在這個界別裡 Diablo 絕對不是MMO RPG 我知道 但是在這個界別裡 所謂MMO 就是MMO的界別裡 能夠特為而出 而他們叫做什麼呢 在系統上 或者遊戲性上 是給了一個趣味性 但是不代表 我都說 翻裝備 我想大部分人 你問他 翻裝備有什麼好玩嗎 他十個 有九個都答不出 一個答得出 那個人 他那個答案 可能根本不是答案 我說的 這件事 而 你去到現在 這個景地 Diablo 很明顯看得出 是一隻 未完成的作品 未完成的作品 我也同意 而 在現在這個世代 大部分的玩家 出來 我給了錢 你 你不是現在 還要我試 你應該做好才 給我的球 但是不知 那時候 誰不斷出 Diablo出來 還有 有件事 你說未完成 我也覺得算了 問題是 他未完成得來 有些是補救不到 已經溫了下去 已經出了 你通街 如果變得太難 沒有理會 整件事 沒有改變 而另一個問題 其實 在現在這個世代 我不是說玩家不好 或者他們沒有耐性 問題在於 在這個世代 我們在這麼多遊戲的選擇 我們的容忍性 是很低的 特別是新玩家 你其實不是說 那些網絡遊戲 我不知道哪個當年是怎樣 普通遊戲都是 以前的RPG 整班人說 打播力再低 都會對著一些 點陣圖的圖案 都會不斷浪費時間 現在太多遊戲 即使我給錢買了也好 我玩半個小時也不要玩 我便會買回來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所以你不可以說 另一個遊戲 缺乏了這一種吸引性 令他這樣玩 當然啦 我會覺得DK 他不會說 你玩半個小時 又會丟掉 就不會的 但是 好老實說 我覺得很多人會知道 我這樣玩了兩星期 就覺得 跟著的意義是什麼 但是其實 雖然 遊戲系統千瘡百行 遊戲設計 差到無論 但是 很可憐 但是我覺得 最慘的 不是玩家 最慘的 我覺得是開發團隊裏面的 programmer 和graphic 這兩組 我覺得真的 在這遊戲裏面 老實說 我撿開整個game來講 在programmer 和graphic方面 完全是超一流水準 我真的替他們不值 不應該說 不應該說 我們彈了那麼久 有些東西應該賺回來 其實就 我自己這樣說 其實我有點欣賞 我說Random系統 我是比較喜歡 就是說 要與眾不同 其實你玩很多遊戲 就算有些很大的作品 我當時 魔神霞 還有國民裝 全世界都是穿那套裝 你拿大劍 肯定穿那套 但是你說現在 你玩這個DV 你很肯定 你不會有國民裝 這個東西存在 因為各個人的裝備都不同 就是這個 我不要管它是D2 或D1 圍流下來的 一個Random系統 也好 即使是這樣也好 我覺得這個 也是值得讚賞的 就是它這個系統 是令到它的遊戲 是多元性了 但是有很多平衡上的東西 是觸得不好 就算你說多年 我有玩星火2 其實也玩了一段短時間 我不覺得它的平衡去到很高 但至少也不會去到 土斌瓦解鍋的程度 有些種族比較強一點 我會明白 暴風這間公司 至少我也會明白 這間公司 它在平衡性方面 應該會做得難言得不錯 但是這些 出來的結果 就是有很多方面 都比較不理想 有些事情 可能是意料不到的 但有些事情 始終你封測過 大陸 即是武藍武 都被傷害了 你沒理由不知道 而我覺得 封測了這麼久 你說的就是 在這個系統上 其實我 在這個持平上 我以一個 設計去看 整個遊戲 設計去看 它開放了 其實它最厲害的 就是 大家在看它的畫面 即是看它的畫面 其實它的畫面 是不夠大 其實你看它的配備 其實你的電腦 不需要很厲害 其實都已經可以 把Gang1得很順 其實這方面 是工不可沒的 這方面 其實很多遊戲 就是 第一件事 死了什麼 如果在我們 沒有接觸到那個遊戲 之前 這個遊戲 已經是不想玩 我告訴你 你的遊戲要飛 我都會不想玩 所以第一步 最基礎的部分 其實已經是做得很好 而你說另一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隨機的 就是隨機地圖生成系統 這個可以說 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 如果你說地圖 我覺得 它真的每一次進去的場合 都不太相同 但它總會有一些故事 有一些故事 有些 event的位置 它會保留在這裡 或者這樣說 這個是可能比較可惜的地方 應該說 雙向 一些比較特殊設計的建築物 它沒有可能在那個位置 因為一隨機生成的話 就可能會穿了柄 其實你都會看到 它某一些地圖塊 它是不會有角度的轉變 就是可能有一間屋 在45度角的畫面裡 那個入口本來是對著你的 它不可以反過來 因為如果是入口 就背著你 可能你按不到 或者你看不到 其實是一個 不是可行的方法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某一些地圖版塊 它不能夠做到 隨機生成的時候 會有另一個角度 給你看到 我覺得 在這個畫面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理解的 其實是 但因為至少就是 你看不出它穿崩 在一個畫面上 就算有些地方 但九成的地方 它都是接逢的位置 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是 其實這個位置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是 另一個最漂亮的位置 就是在 FV其實 雖然故事不好 但FV是真真正正正 給我感受到一個戰場的感覺 嗯 嗯 嗯 你說下面在打 沒錯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所謂的 在打大戰爭 但你在環境全部是 風禍日麗 風光如畫 一隻卓都沒有 但在FV 我想如果大家 回去認真一下 它是由 開始從城場開始 你沒有一個位置 你是看不到 其他戰線 的情況 就是 你現在身處其中的戰線 就算好像說 我清掉這裡的怪 但你也會看到 下面很多怪 這場戰爭 是未結束的 你只是 壓制了這一部分 並不是壓制了全部 而這個正正就是 戰爭的感覺 比例 它是真的完全做得到 簡直是 其實老實說 你地圖上面 其實都有些負任務 如果有細心 當然你直線衝 那些就不理 有些人死在那裏 說句話 你和自己就走下去 但是那些負任務 其實都幾多 有個故事線 那個我覺得 我會有保留 我可能和無效的體分 因為其實 我會覺得 因為這方面 其實屬於探索世界 好像說 地圖這麼大 其實我也是想說 地圖裡面 是不是會發生一些不同的事件 那些 但是其實 那些負任務的事件 其實比不到 我突然之間 去發現了某些 因為其實 你最終都是 跟那個人說話 就直接在那裏打 那個人是沒有任何表現的成分 最終都是得理 也不是的 有些任務會 而且就是 本身在Diavo的機制裡面 我是為了打精英怪 就算看到這些東西 我可能開完之後 都是為了開精英怪來打 其實我不會有一個旅行的感覺 我是發生了某些事件 其實我覺得 在上半年有一隻的RPG大作 真正是做到這一點 是一隻叫Skywheel的遊戲 他是真的做到一隻說 我是作為一個角色 我在探索這個世界 而Diavo其實 一直是沒有這個元素的 雖然他加了Subquest 但是 他給不到這個探索感我 不過其實那些Subquest 是很固定的 有這個 就沒有另外一個 因為它Subquest 都是隨機的 你都可以拆的 我都不是探索 我在撞著 我意思是那個Subquest 譬如說你那個NPC 是引發那個事件 就不會說你第二次 都會看到那個NPC 那個事件都是一樣 就不會說引發到其他東西 其實他的事件太過簡短 都很簡單 它說穿了也只不過是給你一隻怪 或者是開地圖給你打一下 所以其實那個彈性沒有了 最終我不會在那個位置 留到什麼的記憶 評價到它是好 因為那個事件 都對我來說可有可無 至少我不會突然去找 而突然去找 突然去找那些 肯定會找到馬馬聲 我根本說 我開了半晚都找不到 這個不是探索 探索的定義就是 我細心一定找到 不是我隨機才可以找到 這個是違反探索的定義 我覺得是 如果是對比起有些玩家 已經弄了那把木牛杖 木牛杖就不是很難 我感覺上 他要撞隨機 因為我也有 其實我發現我不用怎麼撞 其實都差不多 這方面的機率 就不是我去到很低 我覺得 三莊的難度會高 我明白 但這個是本意上 你探索的本意上 我細心就會找到 不是我撞彩才會找到 這個事情 又是什麼 看人品 你人品好 你就找到 你人品不好 又加了隨機性 我覺得這個 可能有些事情有不同的法 我覺得這個又可以接受 就是那件事 如果你說你細心會找到 其實全家人都會找到 通街都可以 把木牛杖 因為一定可以打到 正因為有隨機性 所以才會有人早些 有人遲些 或者有人有那個裝 沒有那個裝 有人有那個服任務 有人沒有那個服任務 當然 亦都可以說 我同意一點 就是如果你負任務 不是自己有的話 因為他都會有成就 有些人說 我喜歡愚美主義 他喜歡儲得成就 對於那些來說 這就是一個負擔了 就是一個所謂叫做 硬延長遊戲壽命的一個方法 而最終顯身出一個文化是什麼 突然之間 我去打給他 喂 野人仔 我房間有那個東西 你快點進來我房間 你這個是探索嗎 我不是探索 我只不過叫 親民 親民 親民職有齊齊 happy together 這樣而已 但是 講到你說 好像組隊那個問題 其實 當然了 我覺得組隊 就是沒有任何的 任何的 所謂的團體合作意義 都是自己打自己 都不是的 因為怎麼這麼說 會有的 但是不多 因為這個 他那些怪 不是一定會追前那些 就是你不能說 可以說 可以說 因為不能可以吸引火力 去撇助 就是說 聽 當然 在實際環境上 他根本是聽不到 就是 你無意可能都會看過一些 我們發思一些 就很心明大意 就是看到前面有兩條 還有三條 你都不會以為你很安全 總會有些怪事 在你後面 或者在你後面出現 或者擾過前面的怪 來打來 就是前面的坦 坦不住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你自己搞定自己 他不是WOWCRAFT 有仇人值 我正常的 我覺得他有仇人值 就是你OT你的事 你問題 對不對 但是他沒有這件事 當然啦 也會有一些 至少有些概念 可能你說 沒有真會 只會吸一些怪過來 那也算是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坦的元素 但是 沒有關係 你見到有人用嗎 我見到有人用 很老實說 有人用 但是 吸過來之後 不代表他不會走散 依然都會走散 焚身似火 吸完你 你不進來打你 我不入地入 誰入地獄 你看一下 那些怪也會 船窩進去 你不走 就是 一樣 那就是 沒有用 那就是我死 所以 請自己保自己 那當然 這件事 所以整體上 整個遊戲來說 其實 我當然 我都會說 他 因為他完成度不足 很多人都說 給他一點時間 就是 當年Diavo 2 也是去到Expansion 才好 好像說 Patch 1.09之後 開始 其實我自己個人 應該 Diavo 出剛才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有認識我的人 或者什麼的都知道 我自好 這遊戲會出現 其實現在的確是出現 但是 我現在 另一個預測 其實就是 因為同期 有另一隻 MMO的大作 Gioe 應該是7月左右 就會推出 6月 其實就是說 我覺得 可以給時間 但是 其實你說 其他競爭對手 而 Gioe 我已經是 玩過 Beta 我對他的評價 是 很好 非常好 非常正 好好玩 一相比之下 一相比之下 現在的形勢 就會變成 當年 Wall of Warcraft 對Gioe 的情況 現在是Gioe 對Diavo 但情況就逆轉了 Gioe 又是 Gioe 是MMORPG 但是 因為 其實他們兩隻 都採用了 Gioe 其實 Diavo 也算是Gioe 但是 奈何地 Diavo 做出來的效果 Action的成分 其實是不高的 其實有點類似 因為 Diavo 在Alpha 好像 如果你用Demon Hunter 那類型 應該有一招 叫元素戰 是一招 可以射一些火箭出來 現在 你現在看到 純粹是 就是射一支箭出來 去給一個火焰的傷害 但是 原初這招的設定 其實是 射出來之後 在一個範圍裡面 會著火 燒一隻怪 對 很多這類型 就好像說 一些緩速效果 不是射到一隻怪 可能射到地上 好像 有些放地雷 放毒 是用這些Action效果 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用呢 放完地雷 當然是向後陸 所以 而這件事 其實Gill War II 現在也是在做這件事 但是Gill War II 在我X4來說 我的確是做到這一點 我的確是可以放完地雷 完成度會更高 完成度會更高 我可以說是 完成度會更高 我可以說是 最後啦 當然啦 那是一件事 PVP 我會知道為什麼他不開 大家其實只要玩一件事 就知道 Diablo 打Diablo的關 去到Face 2的時候 你要對抗自己的恐懼 即是你自己的分身 總之是 要自己打自己呢 如果你試一下 你自己是D-Pack超高的話 你進去的話 你會被裡面自己的那隻怪秒殺 嗯 而現在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不開PVP呢 因為大家的防禦係數 是追不過大家的攻擊係數 而所有進到PVP場的話 就是講什麼 秒殺 所以這個不是叫P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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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現在是想不到怎樣 所以其實他現在首要任務 當然我覺得就是 搞定PVP的環境 是整個數值 老實說 數值要搞的 Diablo 是不是應該說 Bisa這間公司他剛剛死 推到重來 我下個Patch 推高10個Level 那10個Level的裝備的水平 完全是另一個Level 他可以平衡到 跟當年Walkirk一模一樣 他可以做這一點 而沒有人敢判斷他 最多馬聲四起 但是那些人都會照找 因為玩家是傲嬌的 沒有問題 最重要他設定得好 但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60題 才70題的時候 那10個Level 你又要找一些新東西出來 完全不改 接著就是另一個問題 在那10個Level 之後更新 究竟還有什麼可以打 Diablo都死了 然後說他 Diablo 精英小怪反擊戰 算了 不是呀 那些王有那些技能 Random 他吸了7個王 Random三隻出來 都說是老殘 吸了7個老殘 還要 吸... 不是呀 其實吸了7隻王 你應該有些 顯現他的招數出來 他沒有的 就算Diablo裡面 都沒有這個 他只是用回自己的招數 不是呀 他明知道那7個 另外那6個兄弟 是老殘 不是呀 這樣Random三個出來 也有些變化 不知道啦 總之你說 他現在 我覺得可變的 就是 始終世界舞台 是用得這麼少 而且故事裡面 其實他留了顯示 這個世界的罪惡 其實不會消失的 其實因為 你現在在這個 設定裡面 Diablo其實應該是 永遠是殺不死的人 你 就算怎樣去游卵 他怎樣把他分子分解都好 他都會可以 入了不知哪個人身上 就會可以 再具現化出來 再跟你玩過 他可以有無限復活技能 但是 是不是有吸引性呢 因為他不跟 Wallcraft一樣 他的角色很有魅力 Diablo 在我們的眼中 只不過是一個游卵的對象 是一個打寶的遊戲 是的 沒錯 那究竟他有什麼呢 拭目以待 當然 我想說很多東西 他那些打爛的桶 那些物理 系統做得不錯 好過癮 我真的 提到這件事 我都說過 身為一個英雄 最終要成為一個 最終這麼多人 要成為一個樂方者 都相當之唏噓 不要這麼說 人們說打傷出過產裝 你打不打 你這麼難你不要打 我告訴你你不要打 我說唏噓 我不打 作為一個英雄 不要這麼多話說 算是今晚 今晚如果見到一隻桶 我打桶 你千萬不要過去撿 我告訴你 你不要讓我見到你過去 見到產裝就沒有撿 我說唏噓 唏噓地去撿 就算是產裝 你也見不到我撿 我看到你走過去 停一停 我當你撿 你只是撿機 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 你不要撿 你擾過桶 今天節目到這裡 當這個嬌窩二出的時候 看看是不是 我的預言 是不是又會成真 有機會玩一下 有機會了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你等一下 有機會啦 嗯 好 下集再見 有機會啦 好啦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拜拜 你下 有機會啦